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热热压充填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热热压充填是目前根管充填的一个主流技术 也是目前各大讲课里面讲的一个重点之一 所以很多可能都听了很多 那我们从听他讲课的主要是我结合这本书 来讲一讲这个压下通路里面是怎么讲这个热压充填技术 那我查了些资料呢 就是热压充填呢 应该是有一下的这个第二转换灯里面的是有几种 其中呢 后面的两种机械热压充填和超声振动热压充填呢 这个技术还不成熟 它里面呢 因为出现很多的一些烧填呢 一些问题 所以说 你常常基本不用 或者在一些感情问题中 那今天呢 主要是讲前面五个部分 热压充填充填 联系波充填 热压侧充填 高温热塑压充填和固和载体充填 热压充填呢 其实上是它是这道提出来的 其实它的里面另外一个词呢 叫做一个非联系波 一个垂直加压充填技术 或者是热压胶的一个分担充填法 它和我们现在知道的 就是说 这个叫做热压充填 垂直加压充填 其实它就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 比如它用的叫联系波垂直加压充填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就是这个里面得找的时候呢 是一个垂直加压充填 它呢 主要是用的垂直加压器 和一个斜接器来完成的 它的充填器 当然那个垂直加压器呢 有很多种型号 所以它的目的呢 就是说 是分段式的一个充填 顾名思义就是说 跟肩一段 跟中一段 跟上部呢 进行分别一段来进行充填 那第四种幻动 那第四种幻动呢 就是它各种不同的这种垂直加压器 就是说因为你要经常是压实 加压加压嘛 垂直加压就是压实 这个是它的主要目的 就是压实 然后呢 它里面就是说 每一段 压胶放进去以后 压实 再放一段压胶呢 加热 再压实 再放一段压胶呢 加热加实 它里面是用压胶段来进行的 而不像我们那个 后面 现在用的呢 就是说 我们是注射性 注射性进去的 我们看看它的步骤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第五张幻灯 其实首先第一样的基本步骤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 短时间 如果是呢 对主要压间选择的是 我们要短于功能长度 就说一般是短 0.5个毫米左右 但如果多的话 你可以选择它 虽然说的是可以短于2个毫米 但是呢 有个重要一点就是说 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 会拉一点阻力 就是一定这个压胶里面 有感觉有阻力 这也有相当于 是那个stop的感觉 不然的话 还容易加压的时候呢 这个压胶会跳前的 同样呢 根管里面进行消毒 和止点干燥 而同时呢 我们现在这个 合适压压器 我们希望那个压压器呢 能够自由上下来 同时也5G是根管壁 这个时候不能太紧了 太紧对根管壁的压力过大 也会导充样 和侧风加一样的 虽然它力量会比侧风加压力的少一点 但同样也会导致根折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在我们主压胶上面呢 涂这个根管封闭剂 然后呢 再把主压键呢 可以放进去 那同时呢 我们一般是在把上面的三分之二呢 切断 然后再压 最后呢 再放一个压胶段 然后 再加热以后呢 再加压 然后就是把根中 三分之一来 加压密室以后呢 再放一个压胶段 再压 再加压 这样把根上段的三分之一呢 来压实 这就是一个整的过程 这个 这个图六的那个 从A到I呢 就是它的过程 我们看第一个就是放 A放压胶 然后B呢 我们把根接三分 跟你上了三分之二唱段 然后呢 保留这个根接三分之一 然后呢 C里面是压实 然后D就压 压完了以后 然后E呢 就是同时再放个压胶段里面去 然后F呢 我们看是压实 G呢 然后再放个压胶段里面去 然后 S是压实 然后I是呢 这个把它压完了 就是说 就是整个的是 分担式的一个 压紧的一个过程 这里面就是一个 早期的一个 吃的加压充填的一个 一个过程 第七章是早期的一个 Tasked 就是一个鞋热器 它里面是 也是Seperendo出的 然后第八章呢 是后面改进的 叫System B的一个装置 这个里面呢 它的鞋热装置呢 是比前一段的更好一些 然后呢 第九呢 讲的是 第九段话呢 讲的是热压胶 吹的加压的一个优点 它的优点呢 主要是使那个 牙胶呢 加热以后呢 可以在流动 它可以充填的 不规则的一个根管区域 和一些测幅管 同时呢 根管的封闭剂的量呢 相当更少一些 这样呢 会减少 这个前面已经讲过 根管封闭剂少一些呢 它会减少它的 以后将来的 后期的溶解以后呢 形成的维持动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说 对于一些 细小的根管的充填呢 因为它这种 不太适合 因为它呢 要是我们的 吹加压器的 可能没那么细 不太适合 那个呢 就是说 它每次那个加压药 因为它是压界断的 所以说 加压力量比较大 所以说 研究发现 它的引起 它里面的力量呢 并不比我们 测幻加压力量 少多少 是说 它可以 也可以导致这个 也容易导致 压根的重力 力量过大的话 同时呢 它和测幻加压相比呢 它的长度的控制 不像我们的测幻加压的 这个 土压间的长度控制 控制得很好 这个里面的长度控制 不一定很好 有的压的不密实的话呢 会导致这个 气泡的一产生 同时呢 在一些弯曲根管呢 我们的这种冲天器 这个加压器呢 可能 造不了个深度 同时呢 我们为了 加压的更好了 可能必须要 扩得追多更大啦 或者牙本的壁 扩得更多 这样呢 可能也减弱了 牙齿的一个 牙根的坑力 导致这个 长期的一个 可能牙可以容易 出现根折的一个可能性 后来呢 因为这个 吃的加压充填呢 它有一些缺点 所以后来呢 1994年呢 布克兰呢 就提出一个 改良的一个 瑞吃的加压充填技术 也就成为 现在我们 比较长的 叫联系波的一个 牙胶呢 根管充填技术 这个里面呢 最广泛的就是说 它是吧 根据三分之一 这个加压充填以后呢 然后我们是 上段的进行一个 它主要是把 根据三分之一 我们进行一个 加热充填 就是加热以后了 直接把它 就是把它加热以后了 就是直接把它热 把它加热以后 我们把它烫断 以后同时 进行一个加压充填 同时进行一个 加热充填的话 这样它 然后后期呢 是用热瘦的一个 直接把它进行 后段的全部进行 一个联系波的 充填的技术 联系波的一个 热瘦以后 注射 它不像的就是说 刚才吃的加热充填 就是一个分段的 一个充填 它现在就是说 把三分之一 压密室以后呢 后面的三分之二呢 就是用注射式的 就是连续的把它注射 注射结束 就可以了 不像我们把 一个压界断 然后再压室 分几次 压得很 就是很费劲 而且也不密合 里面容易 甚至一些气泡的产生 那这个里面就是说 是它改良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目前也是 用最多的 也成为联系波的 一个充填技术 这个联系波呢 其实它主要是用的是 一个 后来改进 一个设成壁的装置 它可以联系的 进行一个加热 后面呢 就是说它的 回填呢 就是用一个注射 注射筒 可以把这个高热的 一个牙胶呢 注射进去 让它给你回填 其实不管是 联系波的充填呢 还是一个联系波 一个充填 其实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说 我们把一个 谐热器放进去 这个温度很高 一般是说 一般应该是 到200多左右 或者是250 甚至300多 那这么高的温度 会不会导致 这个牙根过热 特别是外面过热以后 导致这个外面的 这个牙齿组织啊 或者是骨的一个 一个损伤 这个是大家 关系的问题 早期大家用那个 热压充填呢 可能也担心这个问题 会不会导致 病人的腾动 过烫了以后 导致一个损伤的问题 那这个呢 其实上呢 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们上次发现 就是说 这里面温度的变化 其实上最高的温度 变化了在根管的 灌部 在根肩部呢 它是显出的一个下降 有研究发现 就是说在根管 如果是住根肩 八个毫米呢 最高温度是118度 如果是二度左右呢 两个毫米呢 大概是降到44度左右 因此呢 他们就说 有研究认为 就是说 如果就是你始于 所谓的温度控制呢 或者是任何的鞋头呢 你的外部温度变化 只要不超过10度就可以了 这个10度是临界度 因为说 据研究发现 就是说 如果是超过外面的温度 就是根管外面的温度 超过10度以后呢 就会导致这个 骨的 骨的损伤 这个骨的损伤 我们都知道是不可理的 就是说 研究 而同时呢 他们研究发现 就是说 对于根肩部的温度变化呢 可以 我忽略不计 因为在 离根田很远的呢 近右亚本 亚骨 直接这个温度变化呢 它其实上的 它的温度变化 也自4.1度 这个能源其实上是 这个亚洲 亚的组织呢 是可以承受的 因此呢 亚洲组织可以承受的话 那骨里面 就更少 就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紧 而对于这个 电加热的一个 允许的可别温度呢 一般的Syssen B呢 推荐是 200度 不要超过250度 因为这个 如果超过250度呢 它的变化温度 可能超过10度 这可能导致 亚洲组织呢 和骨的一个 不可力省伤 但是呢 如果使用那个 Touch and Heat呢 和火焰加热器械呢 就更一个小心 因为它这里面的温度呢 很容易 这个外面的温度呢 很容易超过10度 会导致一些 不可力的一些 省伤 同时呢 我们在 充电过程中呢 如果使用这个 Syssen B 产生的温度升高呢 它明显的 叫热压 垂直加充电呢 小得多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说 用连 我们目前 用的这个 联系波的充电技术的 它的温度变化 是很安全的 联系波的这个 充电技术的基本步骤 其实上 和 支援加充电 有一些相似 就是前面呢 就是说 我们也是一样的 要时间 然后是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 放置的位度呢 是可以到达 这个鞠躬的长度 大概是 在4段上 是5到7个毫米 我们一般的是要求的是 目前的要求是 4到5个毫米左右 是吧 我们的温度设定是 大约200左右 加热 同时呢 我们充电器呢 就是说 我们在 就是说 大概是 两个三个毫米的 信息移动以后了 大概一到两秒了 我们到达这个 我们需要的 这个位置 然后总是在 在这个位置上呢 就离根间 4到5毫米左右的时候 我们保持这个充电器呢 大概5到10秒钟 然后这个时候 日常会消失的 如果这个 它消失以后呢 我们是冷却 大约1秒钟 然后最后加热以后呢 就是说 往上提 分离 这样把牙胶呢 可以带出来 上面的牙胶 带 就是我们在 停留以后 再加热1秒 然后沿着B 把这个鞋头 往上提 那这个时候 这个鞋头呢 就会把 跟牙胶的 主牙间的 跟上三分之一 一起带出来 只保留 根间三分之一的 这个牙胶 在根间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 跟 然后呢 吹地加压 把这个 根间三分之一 进行吹地加压 根管的中上段呢 我们用这个 热色牙胶呢 这个 注射 充电完成 到此呢 就完成 整个里面的过程 就不像吹地加压 充电的步骤里面 要分段的 进行充电 造成更麻烦 而且充电的效果 反而 不如这个 联系波充电的技术 更好 十四里面 就我看出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就 CistB呢 联系波的一个加压器 进行一个 先试一试 试个鞋头 是否能到达 根间三分之一 然后呢 把CistB呢 激活以后呢 进行一个 加压 最后呢 然后我们用 Update 2呢 这个热色 注射器呢 进行一个回填 就整个完成了一个 联系波充电的一个方式 第十五图呢 其实算就是 现在所有的一个过程 就是目前用的比较多的 像这个 Seprando啊 Biffel啊 或者BL呀 还有Meta的牙胶 这些几种 一个比较成熟的 一个联系波的 一个压力充电营 其实它的中心的目的 就是说 它在 根间三分之一 在加压的同时 就是 斜热的同时呢 也同时也可以进行加压 这就是联系波的一个意义 就是它 斜热的同时 来进行加压 这个是它的一个 主要目的 当然你同时 你可以把它拿走以后呢 你再用车的压压器呢 再进行加热一下 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同时在 这个五到八百的过程中 其实在你放的五到八百的过程中 也是一个 加压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它主要目的 然后16里面呢 其实它就是 整个里面的 讲师的一个过程 就是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这个里面 实验点里面 是可以看出来 里面实验的 比如说 我们就是在 然后呢 我们是 我们看第五 前面我就不说了 第五的时候 我们在根间 切短的空度点 以上的五个毫米 把压焦去除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热压焦呢 就是让它软化 热软化 还会加一点的三秒 那再冷却压压器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压焦呢 还是继续用这个鞋头了 按压的压压器 大概五秒左右 这就是它主要主要的目的 按压了以后呢 再用处理压 已经冲填 那最后呢 第七步呢 我们就是用Busail 以后呢 把它放在根间 然后走步后退的方法呢 让它里面注射压焦 一边注射 我们一边后退 那最后呢 我们用吸收器呢 在反复地进行一个 处理加压冲填 达到一个最后 冲填整个根管的一个目的 讲到这个联系波以后呢 我们再讲一讲 热车房加压 热车房加压呢 主要是根据这个 车房加压冲填 它呢 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些缺点 比如它的 冲填的压焦也没有很多 每次加副间以后 它残款不均一 中间肯定有间隙 是吧 而且湖积也够多 对于根管的呢 比的适应性点 比较差一些缺点 那有的人想过 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就是说 把这个 用热的方法呢 就把进行侧风加压 这样呢 就是说 它的好处就是说 既保留了这个 侧风加压呢 这个长度可以控制 这个优点 同时呢 我们也结合了 这个热压技术 使这个加热 加压以后呢 使牙腰间呢 融为一体 这个压间量呢 就更多了 同时呢 充填也更紧密 希望它形成一个 更均值的一个团块 是吧 就改变这个 侧风加压 充填的一些缺点 就 这样同时呢 它的封闭剂呢 可能用的也更少一些 是吧 它的空隙也少一些 它的 可能更适应 更管闭的 一些形态特点 但是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 它有可能 因为你加热 有可能把这个牙胶 带 主牙间 可能带出来了 是吧 它可能增加了 这个主牙胶间 一味的一个可能性 同时呢 临床使用也不方便 你每次加热以后呢 还是加附件 这样其实上 每次用的时间就过长 每次加热一次 再加附件 再加热一次 时间也是过长的 其实也 临床使用也不太方便 第十八章呢 其实就是看它里面 用的几种 几种仪器 就是热成文加压的仪器 里面有这个 刚才还有其他 除了这个 Andertag 2 还有是Andertag 2 还有EI Dunk Park 这都是一些 热成文加压的一个仪器 在国内好像 我没见过 可能有的人还用吧 我是没用过 这个方面的仪器 用临床使用 其实上它相比 这个年纪过时 加热冲填呢 其实还是要差一些 所以有差了 并不需要用这个 热成文加压冲填 第十九章呢 是它的基本步骤 其实上呢 也就是 也是时间 然后呢 把间单的也是一样的 跟车文加压冲填一样 能够插入这个 主要的间呢 距根间 大概是两到四个毫米的范围 然后 比较轻的压力 间单呢 闲转五到八秒 然后再移出去 但是你这个里面 就是移植关中 如果是加热以后 这个压焦软化以后 有可能沾在一起了 就有可能导致 与癌间异味 那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里面 它做了什么 一些改进的 一些方法 它这里面就是说 也是一样 一直加压 然后放腹间 加热 加压 放腹间 直到跟这个 根管里面呢 被充满以后为止 这是它的一个基本步骤 这个再讲呢 就是说 讲一下热存压焦冲填 住压冲填 其实很早的时候 就是说 大家都想了 就是说 我们在外面 把它 把压焦加热 这样呢 我们再把压焦呢 住到根管里面 这样就希望根管里面呢 能够住到根管里面的 每个角落里面 这样可以冲填的 一些不规则的根管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说 我们的长度 无压控制 经常出现超前的一个情况 是吧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难以控制压界的流动 这个压道要往哪里流 这个不太确定 就是它只是靠它的 自由的那个动力来流 没有这样的 加热的 加压的 以及一个 加压进行出现的一个流动的话 它能够压 往压压的情况下 挤压的一个过程 再第三个呢 就缺点就是说 它冲填根性三分之一的时候呢 很容易出现一个操冲啊 或者嵌冲的一个问题 就这个实际是压焦的一个 一个主要缺点 到了其实它目前呢 有两种 一个叫 分为根据压焦的 加热温度股一样 分为高温的一个热色压力冲填 一个注射 还有一个低温的热色压力冲填 注射方法 它当然最主要的原理 就是跟它用的压焦不一样 如果是 贝特线压焦的话呢 前面已经讲过 它需要高温 容量比较高 所以需要高温 而如果是阿尔法压焦呢 它的容量比较低 所以说 用低温的方法都可以做到 对于这个 高温热色压焦注射法呢 其实代表做的就是 Upture的技术 这个里面 它特别适合于这个 吹的加压充填的 中山三分之二 这个其实像我们现在 所用的那个联系波里面呢 上 根管的上三分之二 其实就是用它这个技术 叫高温热色压焦注射法 它对于一些不规则的根管呢 或者是 比如说内吸收啊 私营根管呢 或者是有一些测试根管呢 或者是以数值分担上的一些 根管呢 其实像它的充填是很好的 而低温热色压焦 其实像代表做的 主要是阿特菲尔这个技术 它里面呢 等一下我们会 下面会讲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低温把压焦注射进去 来进行一个冲填的一个方法 其实像那个热色压焦注射充填呢 设备很多 这里面22张幻灯呢 其实讲的就是 这里面是有五种幻灯 五种系统 然后呢 我们看看23张幻灯 就是讲的 2-3这个系统 它主要是一个枪式的 它里面就说 压焦的那个胶囊呢 装在其中 它有不同型号的 可能它是它银色的一个头里面 它把压焦 压加热以后呢 可以把通过这个 营养头的尖端 可以把这个压焦呢 注射 注射出去 24呢 是它 Orbiturus 3的 那个系统的一个 步骤 其实像它里面 也是一样的 我们时间 干了根管以后呢 把根管里面 头封闭剂 然后在压焦呢 在枪内预热以后呢 把针头那个放到 这个根管到根间 预备的3-5毫米内 然后我们通过挤压 把这个流动性压焦 注入根间 当根间部位 充满以后呢 把针头移除这个根管 然后呢 用酒精浸泡过的一个 压热器来压实压焦 这个为什么用酒精浸泡呢 就是避免这个 加热器呢 跟压焦进行粘连 然后这个时候呢 加热器吃进行 因为压焦如果是 直到压焦冷 这个冷却以后 并固化补厂 这个压焦 也是开始一缩缩 就是把整个压 整个压死 但是大家刚才也讲了 就是说 这里面加热锅中呢 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可能根间的部分 充填不是很好 或要么超了 要么迁 25的话呢 就是Arzfeld这个3D 它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 从这个枪呢 直接可以把这个 压焦了 加热的压焦了 直接注射出去 从那个体外加热以后 从那个炉子里面加热以后 直接中那个枪 把它压焦 注射出去 这是它里面的 就是它的根间里面 根间部分 足部后再提一个注射 注射的方法 这同样也是呢 一个问题就是说 根间的控制呢 不太容易控制 容易出现压焦 超出根间孔的一个问题 26了叫 看了吗 这个里面呢 它里面也是一个 热速压焦的 一个通天的设备 它这个装置呢 允许温度的控制 就是说 也连把流速控制一下 就是说流速快慢呢 和温度的 比如200 2005啊 都会控制 会1.8都行 就是它里面可以 速度可以控制一下 但是 终究的目的 这个热速压焦通前呢 就是说 没法进行根间的 一个很好的 一个控制的问题 跟根间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没法进行 一个程度的控制问题 27呢 就是说 Elements呢 就是它 也是用那个 System B的 让热然来进行用 然后还有一个 重填器啊 和机用挤压器 这是它有 不同型号的 这个灯筒 比如说20 23 25 可以伸到根间的 不同的部位 它其中20 23呢 主要是 输送这个 Real Cell 来用的 28 28是Hot Shot 这里面也是 它是一个无线的一个设备 无线的热速压设备 就是说 直接加热以后呢 和我们现在 这个BL 那个有个像 是吧 有个像 然后直接把它 加热以后 注射出去 它的针头呢 肯定也是 20 23 25 来我们把它 加热温度呢 是150到230 加热以后呢 直接可以把它 里面用枪呢 把加热的一个热压焦 流动性热压焦 注射出去 这个我们现在用的很多 就是它 跟它很类似的 29呢 就Guard Flow 这个里面 可能有一些人呢 这个Counter公司呢 其实像很多 有一些 医院可能用过它 这个 它里面主要是 牙胶呢 是一个是 G2 G2甲基呢 硅仰丸基的一个机制 和那个 非常磨得非常细的 一个 骨胎牙胶的一个 研磨而成的 它里面 直接可以把它 注射出去 它的工作时间呢 是大概15分钟 大概在半个小时呢 可以过化 第三十段换灯呢 其实就是讲的 第三十段换灯呢 其实就是讲的 这本书上讲的 你们用热锁性 技术充填去 并利 比如像这个里面 耐吸收呢 有热锁性技术呢 充填的效果呢 就比较好一些 它可以导致一个 这些不归的根管呢 它用热锁压压充填呢 可以达到一个 很完整 就是说充填的 很严密的一个充填效果 第三十一章呢 就是讲的一个 固核载体 一个插入充填技术 其实它的顾名思念 就是说 这个牙胶 牙胶包扰一个 一个核心 就是我们叫 一个叫碳线 一个碳的一个核心 这个里面呢 就是代表做了 就是要这么费用技术 它是1978年的时候 在Johnson发明的 然后呢 大概经过实验以后 临床得了应用 它就是说 根据这个 相比 这架的充填技术呢 就是它一次性成型 它有大概有 20到120个毫 所以说 如果你充填到 比如说你扩到 这个40毫 你用40毫的那个夹了以后呢 把它放进去以后 你的事情就成功了 对于一些 直的根管呢 它的根管实现好 同时呢 牙胶的阻塞的特别好 其实应用还比较多 在国内好像 我问过他们 就是要么就是 炉子有注射症 然后牙胶没注射症 要么牙胶有注射症呢 这个炉子也没注射症 所以这个一直还没有 在中国做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应用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对于一些 弯曲的根管 就弯曲的根管呢 或者是一些 纳原型呢 或者是一个 不规则的根管 就比较差一些 但是对原型的根管 它比较好 对于一些不规则的根管 它效果就不太很好 因为它很难把它 做到内眼的形状 做软型 或者纳软型的一个形状 是吧 同时呢 因为它中间有一个 有个盒 所以它再去除的时候呢 比较困难 比较用高硬的设备 来进行去除 同时呢 它这个盒 我们也知道 没法进行一个 装管修复 就是说对于装管修复 来做的话呢 它可能不太方便 这个呢 就是说在中国呢 因为近来 可能也难以得到一个 大量应用的原因之一吧 充填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说 我们希望 主要的难点 就是根间三分之一 是吧 我们把它 希望一个很好的控制 然后呢 根间三分之一以上 更管的 算三分之二呢 我们希望它一个 更方便的一个充填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很多技术呢 进行一个混合 因为特别是 就是说现在有一种 叫混合的一个新技术 比如说我们把侧房加压充填呢 热池的加压充填和 热索性的一个注射充填技术呢 把它混合在一起 来进行一个充填 这个里面就是说 我们先用特别加压充填呢 我们使它 根间的部分 我们进行好的充填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所以我们扩的时候呢 是比如说我们扩到25号 很多的时候呢 对于一些软根管 可能25号呢 就根间的部分比较密合 但是如果是 我们知道 有几乎一半以上的根管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不是原型的 它是软圆形的 是吧 软圆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 你放了一个 圆形的一个压交进去 那其实它 它周围其实不密合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是用 侧房加压充填呢 我们放了一副间 使它那个根间的部分呢 很密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用处理加压充填呢 技术呢 把根间三分之一 大约 你根间 你我们需要的 跟着工程 大概四到五毫米呢 我们长大以后 它们牙胶 然后我们再轻轻地加持 加压力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根间 冲得更密实 比你单放了一个 主牙胶 虽然说我们牙胶 是有加热以后 会有一些流动 但这个流动不是我们 以为那种想象的 流动那么好 是吧 如果是流动性那么强的话 它可能就很容易 就是说你虽然我们 烫炸了0.5到一个毫米 那这不都流了去了吗 其实它流动只是说 变得可以流动 并不是说变得那么稀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事先 如果是说 我们用侧房加压艺术呢 放入腹肩 那这个时候我们事先 如果是说 我们用侧房加压艺术呢 放入腹肩呢 那这个时候根间呢 就会冲在了根密合 同时呢 使我们根间的部位呢 特别一些不柜的根管呢 它里面的弧迹就更少 更有利于我们根间 冲天更严密 同时呢 远气的疗效呢 不会因为这个 弧迹拥解以后 导致卫生的误 而使我们的远气疗效 会更好一些 那冲天完根间三分之以后呢 我们通过根上段呢 我们当然可以用 注射牙胶呢 来加压冲天 因为它根上段的一般来说 根管的不柜 现在就相当少一些 对于一些测误管的也少一些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弱斯牙胶注射呢 就很容易达到 而且呢 也有节省时间 因为这个是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说 如果大家用这种混合性的技术呢 可能更有利于做到一个 更完美的一个冲天 其实上那个 第三山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希望 如果是混合技术呢 希望能达到这个 三山的话呢 里面呢 里面做的一个 但这个不是我的啊 先声明一下 这是从此量摘落下来的 就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看这个根间的话 如果做的这么好的一个 就测试充这么好 这么清晰的话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冲天 因为其实上 跟管的测试 当然虽然不像这个 说的那么多 还有很多的测试 就不是很多 这个我做了一些 就不是他 不是他一个 不是那么高 但其实上应该 是百分之二三十 还真的有的 很多的时候呢 是我们前面讲 就是说跟肩的部分呢 一方面软硬 它本来是跟肩的部分 它压本质小管呢 很多必塞了 测试呢 有的时候被堵塞了以后 我们也没有做到一个 很好的开放 这个测试跟管 或者压本质小管 一个开口的一个目的 所以说导致我们把 这个测试跟管 难以打开 如果是我们做到的话呢 这个效果是比较好一些 所以希望大家 把这个垂直加压充填 前面的根管预备的技术呢 和垂直加压充填技术呢 做得更好 我们希望能够 做得更多的一个 测试的一个充填效果出来 好 今天的这个充填呢 就到此为 到此为止讲完了 我们下面一题课呢 可能是龙总说 可能我们进行的 第一章的一个诊断 来开始 好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在群里可以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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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群里可以进行讨论